百福公园四周围起了围篱进行整修 但唯一通往水样会馆通道 只剩下一个车道 路旁停满了车辆 车辆要通行 只能格外小心 我们的工程车进来比较不方便 有比较不方便就对了 消防车进来呢 应该也不太方便吧 不仅大型的工程车难走 都北里里长在市场基层访试 向市府反应 百福公园停车乱象 担心一旦里面发生火警 救灾车辆根本进不去 希望市府单位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百福公园现在在改建 然后围离围起来的时候 出入口旁边还停车 万一里面如果发生重大的什么事情 或是说火灾干什么 类似火灾 消防车没办法进去 所以我请市长跟市府团队 赶快来办个会看看 怎么来处理那些车子 百福公园还没改建之前 他们就停车停在那边了 很久了好几年了 此外赌南街衔接新北自行车道 去年才完工启用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从新北骑脚踏车来到基隆 但赌南里里长反应 从新北看基隆 衔接处显然破旧 希望市政府能够投注经费 市长李又昌也给予正面回应 这个案子是不是请 请这一个区长这边 那请副市长 那区长这边邀请副市长 副市长 请副市长主持 然后到县地去看一下 另外是把这边的地级的那个 之前其实有做过的 应该是公出那个时候 在坐自行车道的时候 应该有周边这个区域 有做了基本的地级 跟相关资料的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收集 那把那个地级的资料带着 那范围原则上是这样子 五堵 就是五堵的自行车的旧隧道 出来之后 旁边的那一间庙的旁边跟桥墩的周边的这个区域 那接上去我们的自行车道 周边的范围 可能要做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所以麻烦就请区长 然后去约副市长的时间 请副市长带队去现地去看一下 那就是请区公所跟公务处跟渡发处 可能还需要交通处 回红人去现地去看一下 然后听听看副市长什么指示 把他理清之后 这个应该是要有一个规划案 来做整体的环境的改善 李欧昌赶在任期最后半年 持续到各区 举行基层访式座谈 解决各区里问题 来听取里长新声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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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